Nefnex 今年3月推出纪录片 以神之名 欺仰的背叛 剧情讲述南韩多个邪教团体 是如何控制信徒 以及有哪些脱续行为 其中以设理教影响最多人 像是目前以南团DKZ活动的成员更润 日前就被爆出是设理教的教友 虽然他已出面澄清 自己早已离开 并向粉丝们诚挚道歉 但事件仍持续延烧 使得根润内心受伤 并感到非常无助 而19日根润的经纪公司 也发出声明表示 根润最近患上了焦虑症 以及社交恐惧症 我们打算暂时以治疗 及接受咨询为主 根润的相关活动将会暂停 再次向失望的大家致歉 今后我们会尽全力支持艺人的发展 消息一出粉丝们也心疼表示 好好休息 没有什么比平安健康还重要了 我会尽全力支持艺人的发展